我们希望琴华电机器是一个可以圆梦的地方 不论你原先有什么样的梦想 你来到这里 不论你的身份是老师 你的身份是学生 这个环境是站在一个协助你完成梦想的地方 我的研究是超短脉冲的医生 在我的领域里面要合成出一个短脉冲 它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是宽频讯号 另外一个是每一个频率成分还要等相位 这样的研究经历给我一个启发就是 能量也许很重要 但是时机可能更关键 我们谈到的相位其实就是各种频率成分 它出现的时机 从这个出发我就会思考到 在典范转移的时刻 能够适时的提出因应的方案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电机器已经有非常好的基础 我们不缺power 可是我们可能需要在对的时机 做出smart的调整 从这里出发我会想聚焦在三件事 来带来改变 这三个面向会包括 新锐教师的人才招募 丰富的学生学习体验 还有导入AI的infrastructure 我们都知道现在大环境对于学术界要增采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新的做法 能够在这个不利的环境下仍然能够找到最优秀的老师 系这边希望透过募款的方式 帮35岁以下的新锦老师加薪 在他35岁之前每年加薪一百万 那我的目标是希望在三年内最多可以找到九位的新锦老师 透过这一个世代的新老师呢 可以奠定整个系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创课空间当初是马西斌老师的 逻辑设计实验延伸出来的一个构想 那我觉得这构想很好嘛 因为逻辑设计实验课就是一个学期 做完专题结束 有点可惜 那马老师才在几位当年很有想法 很有热情的学生的这个协助之下呢 推出这个创课空间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学弟就说 他想要做一个自动发牌机 然后他就说不然他就做一台车子可以发牌 那当年在他们的热情下 就做出一个很不一样的 很有吸引力的创课空间 我想把有热情的人找回来 那创课如果能够经过适当的设计 这个场域不会是一个静态的 我希望它是一个动态的 随着议题的进入 它就会有新的使用方式 它会有新的设备需求 我希望是透过老师带领这些有想法的学生 带着他们做好的prototype 去争取外部的资源 他会相信当他ready要步入社会的时候 他是有这个能力 可以把他的想法变成实际的产品 我想只要能把有热情的人找进来 这些事就是可以成功 请问一下 清大电集哪个老师的课最好过 官网是一个系所 对外最重要的资讯介面 官网的内容跟质感的确随着时间越来越进步 我心目中一个好的官网应该是 使用者只需要口述 或者提供一些简单的多媒体输入 那就可以透过AI找到这个电机器相关的 有参考价值的资讯 提供这种使用的体验 除了便利性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它是电机器对外释放一个讯息 我们正在努力地用AI的角度做事情生活 我大学就在清大电机器就地 实现了少年时候的梦想 学到非常丰富的知识 也交了非常好的朋友 之后又回到清大电机器任教 转业过了20年 我也实现了这个阶段的梦想 像是做出有原创性的研究 建立自己的团队 指导学生等等 我诚挚地邀请大家 和我一样加入清大电机 来实现你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